冯绍峰妈对赵丽颖说,我家可是豪门,你学历那么低,配不上我儿子。 事情发生在两人结婚前,赵丽颖的回应让冯绍峰的母亲说不出话来。 赵丽颖和冯绍峰谈恋爱后,第一次去见婆婆,婆婆说,我家有钱,你学历这么低,怎么能对得起我儿子? 赵丽颖一句话说完,婆婆哑口无言。 冯绍峰出身豪门,父母都是伤人,事业非常成功,尤其是她的母亲,精明强势,连儿子的婚事都得批。 冯绍峰的女朋友本来是妮妮,但是妈妈觉得这个女孩太心细了,又怕儿子吃亏,死活不同意,最后两人无奈分手。 后来,冯绍峰认识了农村姑娘赵丽颖,两人再次擦出爱情火花。 有一天冯绍峰带她回去见她妈妈。 没想到,婆婆直接给了赵丽颖一个侮辱。 她问赵丽颖,我们家是豪门,你学历那么低,怎么配得上我儿子? 赵丽颖不卑不亢地说,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多,但像我这样爱你儿子的人不多。 婆婆听了非常高兴,当即就答应了他们的婚事。 可惜的是,这段婚姻依旧没有走到尽头,不过离婚之后,赵丽颖的事业并没有受到影响,反而是越来越洪祸了。